正所谓什么都谈 但就是不讲财经 这个栏目就叫做李鸿燕不讲财经 这个是全新PatreonTier2的会员 优先看或是抢先看 至于Tier1或其他所有YouTube的观众有没有看 我只能说有机会 但会迟一点 所谓的少少就起码30人 甚至如果我们讲的题目不讲财经 大家都知道太敏感的话 人生安全触犯了宇宙法的话 其实我们要小心宇宙大王走过来抓我们 我们就宁愿不讲了 只不铺出公海 正是为Patreon的会员优先看 独家看 五万记住 什么都谈 不讲财经 本集节目是由以下相互赞助播出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应该妥善打算 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 由福地 私家花园 云石灵 及殡仪服务 我会揭成协助你每一个步骤 提供悉心的服务 助你圆满人生路 奶黄滋味 幽滑细腻 常圆常满 荣华流沙奶黄月饼 香港荣华 Hello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伦多地产经纪 服务大多区已经超过15年了 所有关于房产的买卖 楼花 楼花转 你都可以随时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团队 是一定可以帮到你手的 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住家财经》 正所谓 Zin Yee Li Huay Bu Huay Lae Li Li Ae Hi Zai Bu Zai 这首歌我知道成为了禁歌 但是我觉得 没有了我们点唱这首歌的热情 因为这个 佩洛西就真的结果是 8月2号 8月2号 晚上10点钟就抵达了台北的重山机场 曾经见到在台海附近 都进行很多演练等等 更加多次说要插杀台湾 但是就好像没有什么料到正茵茵 但是又这么说 这些作为某些地方形容为 佩洛西是私人到访台湾 好像跟财经没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忘记台积电 是在中美贸易战之间 一直以来都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 因为中国的芯片技术 一直都没追上美国的 台积电一向都可以保住个孔的 加上美国本身自己都是大国 现在台美双方这么友好地在101 打光灯亮灯灰盈佩洛西来 那究竟台积电对于在经济上 在金融市场上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大家看到的Final 都已经知道了 或者看到两眼 就是说这个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25年来 再有一位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去出访 亦都是降落在台湾 有些观众朋友就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图图先 有些观众就会说 佩洛西去出访台湾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1997年的时候 亦都有另一位众议院的议长 亦都是在任的 就是去出访台湾 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是那个政治气候不同 第二就是当年那位众议院的议长 或者叫议长 其实是先访问中国 接着再访问台湾 所以你看到这次就有很大的分辨 亦都看到中国那边官方的反应 亦都非常之严厉 就是用很多个严厉的字眼 去回应佩洛西访台这件事 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 就是正如这个分流所说 其实台湾最出名的地方 不是说那个人最出名或者最漂亮的风景 不是人那么简单 而是说一个叫做直盾 这样的东西 所谓的直盾就是说台积电的半导体盾 我说之前刚才阿Sam也很好唱口 你会看到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看看一幅图 你会看到忽然之间告诉大家 这个是网上的图片来的 就是说今天你会不会来呢 突然之间因为这个版权网络等等的原因 暂时没有办法播放 当然是否会成为这个禁歌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然为什么它禁 也是因为那个版权 或者网络等等的因素 成为一个禁歌 我们不知道 无从稽考 好 但是我们看回这个Google Trend的话 下一幅图 你会看到的而且确 今天你会不会来 成为了一个急升 搜寻量的急升 你看到以往是没有人搜寻的 突然之间急升了很多倍 亦都成为了这段时间里面 那个热搜里面 它和自己比较100% 就是这段时间最多人在这段时间搜寻 好了 当然了 刚才也说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降落台湾 中国的反应 我们伟大祖国的反应 就非常激烈了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你会不会来 究竟今天你会不会来的你呢 是佩洛西还是中国的解放军呢 我们也不知道的 我们也不方便给很多意见 但是总之就是战役的虎不虎难 但是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会看到今天我不来不要紧 但是台湾你要害怕了 未来8月4日就是佩洛西离开了之后 解放军就会围着台湾 进行军演 这种的军演其实都挺夸张的 你会看到甚至乎去到 墾丁那边其实很少海里而已 或者基本上有些说法就是 这种军演目标 军演三天目标就是要封锁台湾的航空 封锁台湾的航运三天 等你问你怕了吗 当然怕不怕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不是台湾人 但是问题是看回下一幅图 你刚才也说了 分理由的时候说了直盾直盾 什么叫直盾呢 你看到TSMC 台湾的台积电 例如有一位中国的智库 叫陈文玲 之前其实已经说了 一定要收复台湾 将这个台积电抢到中国的手 这个就简单一点 平鋪直聚一点 我们看下一幅图 也会说 他就说中国的学者 陈文玲 要收复台湾 也要把本来属于中国的台积电抢到手 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时候台积电就属于中国的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看回直屏障那幅图 应该看直屏障的幅图 你会看到下一幅图 很明显是直屏障的幅图 是的 你会看到这幅图 就告诉大家 台积电 就是台湾最坚实的国防 叫直屏障 那些人就改名叫直盾 为什么叫直盾呢 究竟这一位的陈文玲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两幅图 你会看到他有个百度的Bio 就是说陈文玲的底蕴 或者叫做他的内力 究竟他是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总经济师 也都是所谓的中国 其实大家要搞清楚 这些交流师 经济师在中国非常多 中国很多大学 也很多经济学家 也很多经济师 也非常多专家 但是我们看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他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 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完博士生的导师 听完之后也有点害怕的 现任中国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总经济师 執行局的副局长 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等等 但是说到最后其实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法呢 将他用两个字形容 就是中国的智富 或者是中国的智囊 他提出要修复台积电 某个程度就反映了 其实台积电在中国的眼中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 我们接下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就会看到围堵中国科技抗张 一只凤凰的图 你会看到 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天下的其中一篇文章 它就说究竟台积电 是不是可以成为了台湾的直盾呢 它有很多的细节位的 它包括讲了 其实中国要成为制造的强国的话 是一定需要拿到一个 就是比较相对上细小的晶片的 但是你会看到 往往就是美国那边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击 中国讲了2025、2035等等 你看到美国那边的反击是怎样呢 第一 美国那边 无论是特朗普或者拜登 其实也都讲了回归美国制造 减少依赖中国 第一 制造业那边 减少依赖中国 第二 它也就是自己去制造一个 全球的供应链 物流链等等 甚至乎也都讲到明白 拜登的手法是什么呢 包括说和五眼联盟 FVEY 欧盟 日本和台湾合作 确保美国5G AI等等科技的范畴上 继续保持这个领导地位 当中其中一样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晶片的供应 但是大家就会想一样东西 美国自己本身都已经在这个 晶片供应上 是在全球顶尖的位置 为什么还要看着台积电 或者看着台积电 我们看下一幅图 半导体政治经济学 你就会看到这个原因 或者底运 其实不同的图 你看到上游设计那边 其实美国在上游设计 或者那个所谓的核心的 就是那些叫做Core的IP 就是那个叫做知识产权 或者电子设计等等 其实上游 就是最高端那些 其实全部都是美国超过一半的 就是无论它是晶片设计 就是这个高通 ADM、AMD的晶片设计 超过一半的 电子设计超过一半的 那个商业的版权也超过一半的 这些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开始会看到 晶片设计上 台湾的联法科已经有 超过四分之一的市场占有率了 但是我们最重要是看什么 中油製造那边 中间中油製造 可以看中油製造和下油製造 都可以一起讲 你看到台湾台积电和联电 其实那个晶圆代工 已经是超过75% 全球在说这些东西 另外或者看下面 它自己的联合元件那边 美国都占了47% 但是问题呢 看下油那边 台湾的封装测试也占了60% 就是告诉大家 没错 在整个半导体市场 当然半导体有什么用 大家知道 手机 电脑 电动车 甚至乎上太空的卫星 总之你说得出有电的东西 基本上都一定有晶片 越走越快 所以就告诉大家 晶片本身 在全球的高科技上面 不能缺少的 就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你现在看到上、中、下、油 美国没错是有参与的 但是美国在这个中油和下油 无论是上、中、油 都一定需要台湾 帮它做保底 这个其实它上面也说了 说了一句说话 就是弱项 弱项靠台湾保强 就是美国有很多地方 中、油的晶片和下油的晶片 都需要靠台湾 去帮忙 去补充它有所不忠 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保短板 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会看到晶片的那个 不过去回原本的幅图 晶圆厂制程升级时间表 你会看到这个全部都有在 包括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中心等等 但是你看到台积电 2022年已经去到3Nm 反过去其他的产品 当然三星有的 但是它的量没那么多 英特尔是去到2023年 都仍然在说7Nm 至于这个中心就14Nm 就没得说了 这件事情就告诉大家 正正是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台积电那么重要 或者为什么台积电 其实整个技术它在上游占小部分 中游占很大部分 下游也占很大部分 就是中游和下游 全部都是靠台积电的技术 那才会有这个所谓的直盾 或者叫做晶片盾在那里 就说防止其他的国家入侵 或者防止有什么武力的事件发生 或者防止一个不友善的统一 等等我们唯有这么说 接着再继续说 就是说 与此同时 大家看到佩洛西去高调访问台湾的同事 台湾也都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压力 我们用一些字眼 用忠诚的不同程度的压力 在这样的压力情况下 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会看到台积电的董事长 Mark Lau 其实他是叫做什么呢 刘德鑫 他接受CNN的访问的时候 也说了 这个时间性非常巧合 也非常敏感 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幅图 你就可以看到 他访问的内容 或者细节位 这里就是说他究竟说了什么 当然他访问是8月1日进行的 他的内容呢 第一 就说如果台湾被入侵的时候会怎样呢 他也说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会打乱全球现有的秩序 这个是很合理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只是打破欧洲的秩序 或者打破一点点能源和粮食供应的秩序 但是能源和粮食始终和高科技和晶片有一个很大的 重要性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他就说会打破全球的秩序 另外中国和全球的供应链将会中断 但是也有人问他究竟如果那个直盾的角色 有很多人已经说了 因为 因为佩洛西一去台湾关 大家就会想到同一样东西就会想到 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或者武力统一 甚至乎 文宁所说的拿回原本属于中国的台积电这句话 台积电有什么处理呢 他会说台积电的角色 他就说透过武力 控制台积电是没有办法营运的 就是你不要想着拿了台积电之后 台积电会继续营运 第二样东西就是台积电是和外在世界有即时连结 才可以维持营运 包括荷兰的光刻机啊 美国的一些技术啊 某些的能源啊 原材料啊等等等等呢 在一个世界的结合即时的连结呢 才会有台积电这个的产品生产 如果你是去强强的话呢 其实是会立刻停止 就是等于你拿了一样没用的东西回来 那这个其实觉得很明显 和以往不同 大家要知道呢 人类自古以来 又是用这句自古以来 之所以有战争呢 就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就是资源的争夺 无论那个资源 就是当然我未必同意 但是那个资源呢 是不是女性都好 就是以前很喜欢争地盘 或者争女人呢 那为什么动物世界会喜欢争女人 或者股市的人会喜欢争女人呢 就是女人他们会当成一个资源来的 就是资源的争夺 所以才有战争 但是呢 比如包括二次世界大战 你会争很多石油的生产啊 煤矿的生产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次和以往不同了 就是说这次呢 就算你透过战争去拿都好 它会即时停摆的 因为不会是其他国家 会继续和你合作 会继续和你生产晶片的 那你拿到也是 拿到一个空殼回来 就是等于猴子抢的士回来 是不会拿的 好了 那我们继续看吧 那它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呢 就是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战争呢 和台海冲突呢 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都说了 学到的教训呢 避免台海战争呢 就可以维持全球经济的运转 否则呢 全球经济啊 包括那些新能源等等 全部都运转不了 那这件事呢 就告诉大家 那 为什么 就是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 就是柳德欣呢 在8月1日会接受这个 外媒的访问 也都说了这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国也都提出很多的强烈的谴责 强烈的抗议对于佩洛西访台 也都派出很多的解放军的战机 或者很多的军事的行动 那大家就会立刻开始想起 究竟会不会统一 就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 有机会会在短期发生呢 而大家连续带起想起的呢 就是说中国武力统一台湾 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目的或者目标 就是这个所谓的智囊经济学家 陈文玲所说 就要修复了自古以来 属于中国的台积电呢等等等等 所有的资讯呢 全部都告诉大家 在这一篇的访问 就会找到答案 就是你争都争不了的了 争不了是否等于不争呢 这个就是另一件事了 所以说给大家看一下 整件事或者整个的局 这次就是说佩洛西访问台湾 引起那个后遗症呢 暂时大家都看到 会不会说 只是围着台湾军演三天 那就算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后遗症 或者其他的军事行动呢 我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如果那个军事行动的目标 包括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的董事长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日本、美国或者全球这么多先进国家 会要看着台湾 或者不希望任何一方 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那个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一改变的话 全球你自己幻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你买不到车 有没有可能买不到电脑 你的手机、你的冰箱 你的洗衣机、你的直升机、你的飞机 甚至乎你上太空的卫星 所有东西都会受到影响 这件事就是告诉大家 台积电的重要性 或者直盾之所以存在 或者之所以被人叫它做盾的原因 找了Sam出来 看看它是不是还这么好唱口 又或者台积电 当大家拿起手机 现在甚至乎看着我们做直播 都是要靠晶片的时候 没有了是不是真的可以承受到呢 所以我自己无论如何都好 我自己都有少少台积电的股份 看着也好 正所谓看着看着 它虽然有机会跌到零 但是我自己就相信 这个世界还是有少少理性的 那一定是的 你没理由说鑑山是你的 大佬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难道我又衝去某个地段 这间屋自古以来都是我的 惹了一点点 这件事真的很难搞 而且现在 我们录影期间佩洛西就应该 刚刚起床了 准备会见蔡英文 那片出街的时候 她应该就要见到林明基 然后行色匆匆就会离开台湾 接着就会转向日航 日本南韩 究竟贝洛西的亚洲之类 究竟会对台海 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想后面也还有 所以呢 就算正所谓 你不奶 我奶 我奶你不奶 没那么所谓 你的爱还在不在 是的 因为还有一个 就是 如若你怀不起 难为你夜 这晚若觉得 乐亦生比 不要动气 这首歌 我想可能明天也会这样 所以 大家 有得听好听 对不对 接着呢 究竟台海局社会是什么 如果进一步有更新 我们也会为大家 看看在财经的角度如何分析 今天就谢谢Jo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正所谓什么都谈 但就是不讲财经 这个栏目就叫做 李鸿燕不讲财经 这个是什么呢 是全新的Patreon Tier2的会员 优先看 或者是抢先看 至于Tier1 或者其他所有的YouTube观众 有没有看 我只能说有机会 但是就会迟一点 所谓的小小 起码都三十人 甚至乎如果我们说的 不讲财经 大家都知道 太敏感的话 人生安全 触犯了宇宙法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小心 宇宙大王走过来抓我们 我们就宁愿不讲了 只不铺出公海 正是为Patreon的会员 优先看 独家看 不要 记住 什么都要谈 不讲财经 你好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伦多地产经纪 服务大多区 已经超过15年了 所有关于房产的买卖 楼花 楼花转 你都可以随时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团队 是一定可以帮你手的 奶黄滋味 幽滑细腻 尝缘尝满 荣华柳沙奶黄月饼 汉堂荣华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应该妥善打算 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 由福地、私家花园、云石灵 及殡仪服务 我会揭成协助你每一个步骤 提供悉心的服务 助你圆满人生路 公园